我覺得大家還是會去看啦 第一個信託真的不是捐 第二個更好笑的是 其實身為副總統 甚至他之前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們的財產本來就要強制信託 當年他2010年12月底 當選台南市長 他隔一個月就馬上把他這個老家 過戶給他兒子 所以他這個老家從來沒有在他 台南市長的任內被信託過 所以他當年就不想信託吧 我再猜所以趕快過戶走 那他今天他有什麼權利 去拿他兒子的房子出來信託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說要捐助給公益團體使用 請問一下哪一個公益團體 會跑到荒郊野外去使用這個地方 那個付出的成本多大 那他自己的基金會 民進黨自己的基金會 去經營算不算公益團體呢 所以最後其實還是公益募集 那是不是還會成為打卡景點 我覺得還是會的 所以為什麼國安要趕快撤 昨天那個在拆那個鋼燒的時候 我就在看直播很好笑 國安就幾個人在扛那個鋼燒 那鋼燒是可移動的 大家在扛那個大鋼燒 為什麼要國安要趕快撤 理由就是不想要被打卡 又被拍到嘛 又被拍到國安在那邊 不管是兩個三個 或者在那邊打掃或是什麼的 那之後沒有國安以後 大家就更想要去開箱啦 昨天還有那個賣香腸 問我說可不可以去那邊賣香腸 我說應該會沒有生意吧 所以未來這二十幾天 大家不會因為這件事情 就停止對於違建的爭議 大家還是在看 尤其是柯文哲會一直嗆啊 柯文哲就是說 我頭都爬了 我車都乾燥了 我錢都乾了 你的公益信託還沒辦喔 你兒子回台灣了沒 因為這個所有權人是你兒子啊 你還是選後沒當選 你就當沒這回事嗎 大家還是會逼著他去 把這個公益信託辦出來 你要亮出那一張公益信託啊 可是信託是這樣 我要找一個管理人 我信託給他 讓他來管理 請問一下哪一個信託業者 想要去管理一個違建呢 如果他長不到信託業者 他又要說 不好意思我就找不到 22天而已 所以我覺得啦 到剩下這幾天 國民黨不見得會打 但柯主席的風格一定會說 你拿出來啊 你拿出來啊 來來來 好像是國民黨打得比較兇 其實今天有個新聞啊 就有房仲說 哇這個萬里地堡 這個黃金地段不得了了 總值一百三十萬 一百三十萬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房子 其實重點不在於他的價值 而在於說賴清德對於家的記憶 他的感情 他的那份執著 因為大家也知道他是礦工之子 他爸爸在三十三歲 長得非常帥 我有看那個照片 那個報紙大家有看到 這麼年輕的時候 就因為在礦工的工作 所以因此就離開了 那所有的礦工的後代 在想起說 自己家人在當礦工那個日子 進去裡面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出來 那我自己 我阿嬤他的兩個兄弟 也都是礦工 那個年代很多 我們基隆那一帶 金山繫紫萬里 大家都有那一份 包括我們內湖南港 也有很多的礦工 所以台灣很多人 都知道那一段的歷史 但是回想起來就是說 在那個過程中 所謂的歷史工業 礦工的房子 到底如何去保存 後代能不能去修建 能不能去持續的居住在那裡 這是另外一個居住正義的問題 也是大家政府要去面對的 就像我們在內湖南港 有很多的老舊工業住宅 在都市計畫法之前就已經存在 住家及工廠 樓下是歐多拜行 樓上是住家 那現在有都市計畫法說 這是工業區 你房子不能修建 不能改建 對這些人來講 他一輩子就只有那間房子 你不准他改建 然後說他是違建 對他們公平嗎 所以我們看待這件事情 台灣人會看說 這件事情是賴清德個人的問題 還是整體的一個問題 政府要去解決 現在賴清德撐在那裡 除了是因為他自己家的建議 他爸媽留給他唯一一個意念之外 另外一個是 他要為萬里 為這些礦工中府裡的居民撐下去 因為今天如果賴清德倒下來了 那這些房子要不要都要拆呢 那過去我們在台北市 我們就推動產專區 在內湖南港的這些工業區的房子 設定為一個產專區 你可以改建 因為我們給他一個說 尊重他過去 他就已經存在的房子 所以針對萬里這些房子 侯友宜身為新北市的大家長 他也同樣應該要去面對 而不是說今天因為是賴清德 你就把他放大檢視說 這房子是違建 你要馬上拆掉等等 對賴清德或者是對這些礦工 說實話大家會去看說 到底他是不是情堪可憫 這整個過程中是如何 甚至很多人我建議賴清德 把房子開放給大家看 因為我自己也進去過 家徒四壁就兩層樓 裡面就一張桌子 然後幾張椅子 跟大家所想像什麼 圍建座高爾夫球場 裡面有游泳池大花園的 那種豪宅農舍 是完全完全的不一樣 那個地方對賴清德來講 就是一個懷念家裡 小時候爸爸媽媽在那裡 讓他找回初心 找回初中 回想起自己出發的地方 家裡小時候是怎麼樣的環境 他才能夠永遠保持一個 政治人物該有的那個初心 可是你在對比侯友宜跟柯文哲 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兩個都是為了牟利 是變更土地 兩個都是把這個 原本一個是大群館在陽明山 分割成九十九間套房 再變成一百零三間 收租年租高達兩千多萬 剛剛講星光人獸 星光人獸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大群館 當初本來是侯友宜名下 被踢爆的時候 他轉給星光人獸這個林坤正 林坤正在二零一二年 就跟侯友宜的太太 有所謂的借貸關係 高達一千五百萬 也被質疑是假借貸 因為林坤正是星光人獸高層 需要跟侯友宜太太借錢嗎 借著借錢的名義 每年再給侯友宜數百萬的利息 這樣的一個思鄉受臭的往來 去規避所謂的是不是假 這個陳豬標豬 然後實際上再把錢還給侯友宜 這個大家都可以來檢視 這個才是真實的狀況 年收兩千多萬 逃漏稅也將近兩千多萬 可是另外一個柯文哲更離譜 他從二零零八年買了農地 到現在已經高達十五年 變成停車場 他竟然說我都不知道 只有我爸爸我媽媽知道 然後是他台大的學長 去跟他爸爸一起要求投資 我跳過柯文哲 他台大的學長跟他爸爸比 跟柯文哲熟 然後還瞞著柯文哲 偷偷叫他爸爸去買 買農地來投資 那他爸爸是遇到金光黨 大片集團還是怎麼樣 怎麼會用這種事情 這個大家覺得符合社會常理嗎 我要猜一句話 因為家瑜你不認識那個大股東 喔喔喔 九鼎的大股東 九鼎的大股東 就是這整個剛剛所說的 九鼎開發 他在整個新竹的官埔重畫區 就是負責把這些土地做開發 一言九鼎 被我真的有認識 人家不會讓柯文哲吃虧 所以大家質疑了說 這塊地不僅是農地 現在大家都知道很多土地在開發之前 都先做停車場 等到能夠開發變更變建地的時候 到時候這個土地的價格就飆漲 數十倍數百倍都有可能 這也是這塊地絕對不是表面 單純的停車場這樣的問題 再回到賴清德身上 大家再想想賴清德對於 他的老家的依戀 找回初心 找回那淳朴最開始 最艱困的時期 當他每次提到爸爸媽媽 都累了很多人 我最近 遇到有一些懶淫的民眾 我就在那邊酸說 這賴清德要怎麼酸腫痛 電視靠這麼多次 說實話我覺得 賴清德就是想起他爸爸媽媽 那時候那麼艱困的生活 他每次一想到 就覺得做不好 沒有辦法把爸爸媽媽媽的家 維持下來 然後被大家這樣子的去檢視 今天如果你是為了要選總統 為了個人的利益 為了更上一層樓 說猜就猜很容易 一百三十萬猜有什麼不痛啊 你相較於兩千多萬的租金 土地農地飆漲幾千倍幾十倍的價格 一百三十萬說猜就猜 可是問題就是對賴清德來講 對於父母的那份感情所留下來的 可能比他選總統 這件事情更重要 這個才是今天賴清德面對這件事情 他最難割捨的一塊 也就是剛剛講為什麼這麼多幕僚 大家覺得說 就一百三十萬猜有什麼困難 但是對他來講 這不是猜不猜的問題 而是說 爸媽留給他的這個 他要如何對爸媽交代 最後